这一项我们介绍低规函数这样一个概念,所谓低规函数就是在这个函数内部存在调用自身的函数调用语句,这样的函数称为低规函数。 我们先看一个这样的问题,假如要求N的阶层,N的阶层我们可以写成什么?1到N,这N因素相乘。 那么这个阶层我们可以用一个循环语句,一次乘到N,也就是我们N阶层是1到N相乘,我们并且一个单独函数叫factor,然后这里就是一个参照N,这个N就是要求的这个阶层的那个N, 然后我们在这里把追踪的结构,列,就是阶层的词处出发为1,然后呢i从1,i小1等于N,把每个i乘到这个列上面。 那么这就相当于什么,i等于1的词乘上它,就是乘1,然后i等于2一乘,这样一次你要一直乘到N,i小1等于N,乘的结构返回,这样得到一个N阶层。 也就是这个factor含图,传递一个N给它,它会把阶层积存出来,我们在main含图Penitiv传递一个4,那么它就会积存出什么4的阶层。 也就是它会1乘2乘4把结构,我们运行一下。1乘2乘3乘4,就有结构是24。 这是N的阶层这样的,我们也可以把这个问题用低规的方法来解决。 低规的方法来解决,我们先把N-1的阶层也写下来,那么N-1阶层是N-1乘到1。 我们比较一下N阶层和N-1阶层,这两个都是阶层,这或是问题规模不一样,这个问题规模是N的阶层,这个问题规模是N-1比它小。 但是这两个问题之间解决方法都是一模一样的。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一样的,N阶层我们看,这个比较一下,N阶层可以比较,就等于什么N,N乘后面这个,然后后面这个正好是N-1阶层。 所以N阶层可以描述成N乘N-1阶层,当你N等于这个时候阶层就是1,N阶层就是1。 所以我们可以分两种,N等于N阶层可能是1,如果N大于N阶层就总化为N乘N-1阶层,就是我们把一个规模大的问题,总化能和它一模一样的解决方法的更小的问题。 根据这样呢,我们可以写出一个所谓的低规函数来计算这个N阶层。 好,我们看一下这个新的这个求N阶层,传递是N,如果N等于1,这个等于判断两个事物相等,那么N的阶层就是1,返回这个几股,是吧,这是一种情形。 如果N不满足这条件,N肯定大于1,那么就会总化成N乘成什么呢?FactorN-1,就是N-1的阶层的问题,就变成N和N-1的阶层,而N-1的阶层, 我们仍然是用同样的这个函数,我们看在这里,执行了一个函数调用,仍然调用这个函数。 结果我们这个是什么,把N-1的则传给这个N。 比如说,N的阶层这样一个函数则,就等于N和N-1的阶层这样一个函数则的成绩。 我们把这个可以展开下来,假如我们要集中一个Fact4,那么4,当我们执行这个函数的时候,N就是4,那么4不满足这个条件就执行这个,就是4乘以什么4加1,Fact3。 所以,这个的函数最后是返回这个语句,这个语句也就执行这个语句。在执行这个语句的时候,我们又会执行这个Fact3。 在执行Fact3的时候,我们又回到这个函数来了,这个时候N是3了。 那么Fact3,它又总化成3,又因为3不等于嘛,N这个语句是3不等于,那么就是N等于3乘成什么N-1,就是Fact2。 那么又总化成3乘成Fact2。这个语句又调用了这个Fact2这样一个函数, 那么把2作为实际参数冲为N,所以又到了这个函数的一步。这个语句呢,N是2,这个条件不满足,所以这些呢,那样是这个。 所以要返回2乘是Fact1。然后这个时候执行Fact1的时候,N等于1,那么就执行这个语句,所以这里呢,就返回1。 所以到这里为止,这个Fact1执行计数了,然后和它相成,这样这个语句执行计数了,也就返回结果2。 然后呢,这个执行计数了,也就是这个语句执行计数了。也就是Fact3计算完了,Fact3计算完的结果是6, 然后和这个语句执行计数了,然后返回2的语句执行计数了。 好,我们执行一下这个。 。 15语句执行计数了。 15语句这里拿了一个,这里150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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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,现在我们之前的这一度,好,这个机构也是24,这就是这个Factor在这里和刚才的这个Factor就不一样了,是吧,这个Factor在这里就是一个循环,而这个Factor呢,是在这内部,在Factor函数内部,又是存在着调用这个Factor自身的这样函数,但是这个调用的这个参数N的值呢,和这个,这里的规模不一样了,这是规模是N的,这是N减义的, 对于低规函数,我们一定有一个所谓的G情形,就是低规的出口,当N等于1的时候,就不需要再低规了,如果没有这一句,这个低规呢,就无限低规下去,就是永远在这个循环的之前,永远不会停止,所以一定,低规函数一定要分两种情形,一个是G情形,就是不再,不需要再分解了这个论物,一种是论物分解的情形,是吧,把规模大的转化成一个规模更小的问题, 好,我们再看一个,丽丝的例子, Fabularge,Fabularge序理,Fabularge序理是什么,对于一个,大于等于0的整数N,那么, F0的则是1,F1的则是1,当N大于等于2的时候,就,N的呢,这个Fabularge数就等于N-1和N-2两个数,Fabularge数的相加,那么这个我们看,规模是N的,最后总化成两个指问题,规模是N-1和N-2的,如果N是小于2的,那么直接就给出来了,所以根据这个公式呢,很快可以写出这样一个,Fabularge函数, 输入,输入的,传,是一个N,然后这个N小于等于2的时候,小于2是这样,N小于2的时候,那么呢,它返回去过4E,对吧,N小于2的时候,否则呢,我们这个N的Fabularge数,就有总化成什么,N-1和N-2的数,Fabularge数,相加, 那,所以在之前这个函数的时候呢,会叼入这两个函数,那么这个叼入的时候,又会进入这个函数,这个叼入之后,又会进入这个函数,当这两个函数都进入完之后,把它结果相加,然后返回这个N的这个函数,才进入完,我们在main函数看,比如I从1到8,然后把每个I对应的Fabularge数计算出来, I等于1,我们看,它的Fabularge数是1,I等于2的时候,Fabularge数是2,I等于3的时候,Fabularge数是3,这样的,都算出来了, 刚才N的阶层,我们也可以用网路上这样一个图来表示,是吧,就是N,假如N等于3,那么我们集中N的阶层的时候,会执行这一句,是吧,上面这一句不接成,不执行,是吧,因为N N这个则就变成3乘以Fabularge数,然后这个则呢,在执行这一句的时候,就会又调用这个函数,这个调用的函数,这个时候N就是2了,N等于2呢,它不满足,那么又执行这一个函数,是吧, 然后在这个执行的时候,Fabularge数,Fabularge数是调用这里,就执行这里,返回了,是吧,这个返回就得到一个E,这个E和它相同,然后再返回,是吧,这个图在这里画出了,应该在这里, 然后这个返回到这里,则把这个返回,就是这函数计输了,然后在这函数计输,然后在这个函数计输,然后在这个函数计输,然后整个函数计输, 所以在这函数,N等于3的函数时,会调用N等于2的函数,N等于2的函数又会调用N等于1的函数,是吧,当N等于1的函数计输就返回到N等于2的函数,N等于2的函数计输返回到N等于3的函数。